在以西节书23章 神再次向以西节讲比喻 神形容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 是异母所生的两位淫妇 北国以色列早年被亚述所吸引 与埃及刑引 他们就露了他的下体 掳掠他的儿女 用刀杀了他 使他在妇女中留下臭名 因他们向他施行审判 而南国身为妹妹 虽然看到了姐姐的遭遇 但并不以此为戒 反而比姐姐更糟糕 他贪恋亚述 更加被巴比伦所吸引 经文说 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 与他行淫玷污他 他被玷污 随后心里与他们生疏 这样他显露隐形 又显露下体 我心就与他生疏 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 与亚述巴比伦亲近 自然就与神渐行渐远 也因如此 神必定要惩罚这二姐妹 既然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这些外国联盟 那么他们就要承受 自己选择所带来的代价 但是在这张经文的最后 神阐述了他审判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要除灭他们 而是神要提醒他们 从而让他们可以回转 经文说 这样我必使银行从境内止息 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 不效法你们的银行 人必照着你们的银行报应你们 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 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是什么吸引我们的心呢 我们要检查自己的心 是不是像以色列犹大一样 被一些事 被一些人吸引迷惑 以至于我们与神逐渐生疏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